我们之前去采访了一些新能源的车企 他们说现在大家的重点 基本上就在这个智能网联的方向 那要真正的走到那一步的话 对新能来看 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认为智能网联这块最大的挑战 还是车企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发展的能力 因为我们看到智能网联发展现在有多元化 第一个是零部件企业供给的 第二个是外部互联网企业供给的 第三个是车企自己做的 比如说我们有BAT 百度、阿里还有腾讯等等 这些优秀的互联网企业 同时可能我们还有博士、大陆等等 这些零部件的一些优秀的共同企业 而车企自己本来说在智能网联上 也要有自己的一个贡献 比如说像特斯拉 它的这种智能辅助驾驶功能 或者现在叫自动驾驶功能 是它自己去做的 那么几种情况去做的话 你企业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的一个核心技能力 不能够完全依赖外部的一个势力 去推动智能网联的发展 所以发展智能网联的话 一个方面来说 我们可以与比如说BAT这些企业去合作 另一方面 可以与我们的自身的发展形成组织 因为未来来说 我们车企不可能那么多 我们每个车企都要增强自己实力 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晴天柱 变一个体系能力提升 就跟特斯拉为什么 做到很多人的一个尊重 客观说我们也很尊重特斯拉 原因在于它在智能网联 它在造车方面是比较差的 但它在智能网联方面是做的不错的 或者是它的新技术应用 包括芯片的应用的话 它做的很不错 所以我们是车企要把优秀的人 聚到我们自己 造成我们自己的一个智能网联的 一个设计的一个研发体系 跟我们软件设计体系 和我们一整车的一个结合的体系 把这个车变成一个智能的移动空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